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脚抽筋及全身抽搐 就需要大量服用补钙产品 出现症状时用过原始点按推 但不能解症 请问用原始点该如何处理 可以停止服用优贾乐和钙片吗 这个患者一般大部分会这样问 我相信对原始点不是很清楚 第一个他说他甲状腺前切 所以一定要靠一些甲状腺素 钙片之类的来服用 服用期间如果掌握不好 还会出现心慌或心跳加速 那甚至还有手脚抽筋全身抽搐 他认为这个抽筋抽搐是因为钙的问题 好像没有甲状腺素就会产生这样的疾病 没有钙这些补充他就会产生 但真相是这样吗 我们说过了 没有一方也没有一样可以治病 但西医就是不断告诉我们 你甲状腺没有了 那你一定要服甲状腺素 这个其实已经逻辑上不通了 好像有一个药可以补充你这样的问题 那你的病就是因为甲状腺素不够才会产生 但我们原始点已经做出来都已经确定 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而不是甲状腺素是因 你把这个盐当作因 有了这个因补充了就可以好了 然后你不考虑你的体质 其实会产生这些作用 你如果懂原始点 他心慌还有心跳加速 从上背部按推一定可以改善 但是他说他按推又不能解症 出现症状时用过原始点按推 但不能解症 这种不能解症我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回答 就是你按推没有按到位 像我做这么久遇过类似这样的患者 已经很多了十几年来 遇过无数比如心慌心跳 我记得早期我第一年去大陆讲课第一期 就发生了学员听课的时候就是心脏加速 然后人整个快昏倒过去了 情况也蛮危急 我当场就是做给大家看 然后从上背部 他因为也不能趴 侧卧 然后按一按 整个情况就立刻缓解 然后缓解马上用热眼温敷 缓解就解决了 那我有用西医的什么心脏病的药吗 有没有用他们的什么甲状腺素的片 影片吗 为什么切了割了甲状腺素就一定要补充 身体你补充的甲状腺素 你还是要由身体吸收 吸收之后运转到前身 还是甲状腺素吗 这些成分都还固定的吗 然后他就能够缓解你这些症状吗 这些都是疑力 所以原始点没有强调 有一方医药可以治病 终究你要解决疾病 一定是要让体伤修复 也就是我们按推的时候 循环组织情况运作顺畅 然后你再给他一个动力热源 那这样就补足了 而不是要补充那个甲状腺素的纳片 所以有一些患者听懂原始点 我会直接叫他不用吃了 那有什么症状 然后就处理体伤 还有加强热源 那我知道你应该说法是有问题的 你要不然这个症状 对于原始点来讲是小case 不可能按推不能解症 所以这个我是不可能接受的 因为在我按推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没有效的 这我常常讲的 这个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不用问 一加一一定等于二 不会说一加一没有效 不会是二 这问题是不会产生的 所以我是觉得手法的问题 然后又延伸到 要不要停的问题 本来要不要停 没有一方也没有医药 那你一直被这些药控制 又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说的 照西医的理论一直强调 有一种药可以治这种病 这个都已经犯了 细阴谈言而说炎治果的过失 我们前面也有讲 一直不断比喻 汽车没有 它什么都没有 空调音响都没有 甚至导航系统也不能使用 但你加了汽油之后 全部这些功能发动之后 汽车所有这些功能都恢复 但你不能说汽油具有 音响空调导航功能 它都是靠自己 汽车里面的一些装备 自动运转之后才有 同样你要有什么甲状腺素 什么它要各种组织器官 运作正常 它自然就会产生 而不是靠你这个 甲状腺素纳片 把它夸大 以为就有这样的东西 就可以补哪一个缺失 所有的缺失 都是要靠自己身体的 组织器官运作还有热能 那身体会看你哪里不够 它就会自然去补充你 而不是你用特别的一种东西 然后来让这些组织器官 来产生这种功能出来 不是这样 所以这样就有一点 你好像有了这个甲状腺素片 就可以控制症状 那是不可能 所以你说掌握不好 掌握不好 有时候会出现心慌心跳 你也不要怪 是甲状腺素纳片的问题 而是它根本的问题 就是体伤跟热能部 体伤上背部的体伤 根本就是没有好好处理 才会造成的 所以我建议手法一定要 再进一步学习 YouTube都有我的影片 或是微信 那个什么腾讯 那个上面应该也有一些 我早期的影片 可以上网看一下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再见